欢迎收看各位 这时刻 你现在看到了北剑前面 聚集了真的很多的笑脸 这个跟过去的气氛非常不一样 好像有一个糖果的糖薯要进来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气氛 刚刚讲现在北剑前面这样的一个气氛 对于柯文哲来讲 到底是好还是坏 今天晚上进到了北剑之后 柯文哲会被生压这不意外 但是他真的可以压得下来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王艾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天一号 好 好 刚刚讲的 现在柯文哲正准备 现在传出来很快要到了北剑 对 你知道那个时间有多少 从下午12点到半 12点到现在 已经将近12个小时了 对 没错 他居然还在这个访谈当中 对 现在今天晚上 大家注意他会被压吗 抱歉 事实上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你看 柯文哲其实也是有备而来 你看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是不要让你进来 另外他在这个出来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执政当局要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要来搜索我们 所以显然他把这个上升到什么 政治迫害 那你看现在已经有小草门 在这个北剑外面拒绝在那边了 所以告诉你 事实上柯文哲是准备要拉高这个层次 所以我就说 今天的这个北剑来说 要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一定已经知道说 你会用这样的对应的这个方式 好 那所以用这样的对应方式的时候 保洁那你知道 北剑今天也不是省个人的灯 他今天早上从一开始的时候 五六六点多就已经冲到他的家门 家去了 然后保守分钟 七路去搜索你 七路里面来说 搜索了这个柯文哲的办公室 党中央还有他家的这个状况 那同时还搜索了彭正森 这么多的人出动的时候 他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这样的后座力 会啊 这个柯文哲还在里面来说 今天晚上会有政治风暴 你们敢这样做的话 现在围在外面那个 对 就是他讲的政治风暴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这样做的动作的时候 你显然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座力 所以柯文哲要跟他拼了 当然柯文哲绝对要跟你拼 那好 那现在检掉怎么办 检掉今天一定也收 一定有所有的证据出来跟你对抗 所以说接下来 在北检的这个双方的攻防战之后 双方一定都是精锐进出 所以说柯文哲知道 他已经退伍投了 对 你说他那个竞争回就知道 现在已经前言不对后语了 我根本解释不清楚 对 我现在跟你讲道理没有用 我跟你讲是非没有用 我就跟你拼了 对 因为他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对他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没有查到基底的话 我图立罪大概五年 好 如果查到基底的时候 保险那可能非常严重 所以今天早上可能是他 或许他会认为说 是我最后一次在公众场面说话 所以他这样召唤之后你看 加上说民众党在下午 这样山风点火 真的有第一小丑来了 对 在山风点火下去来说 你看很多人就出来了 这出来之后 这种最对立的气氛之下 在北检下面上演这样的局面 这或许就是柯文哲要的 他要透过这种政治的压力 压迫你北检 或压迫我们的相关的班纳 你执政当局要给我说话 那现在为止来说 当然你目前为止 检察官今天要冲进去 保险一定是 有抬眼过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柯文哲现在是耍狠的 当然是耍狠 你看从他今天出来的时候 你看主任检察官 他出来的时候 检察官说你赶快上车 他说我不要上车 我不要上车 让我讲完 不然你能不能带走 所以事实上他其实是 就是要做这样的动作 做他最后的挣扎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个挣扎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最重点还是在所有的证据 证据只要巩固出了 所有东西都非常清楚的时候 还是可以把你定罪了一个状况 而且曾经讲说 现在柯文哲可以用四个字 自业自得 对 他以前在吹牛说 我跟这个陈定男很像 我是陈定男的进化版 对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他今天会落到这个下场 竟然是陈定男 冥冥之中的安排 我们看到了 今天为什么他会整个人格 人设崩裂 对 因为他去买房子 对 他去买豪宅 他去看小宅 他去买办公室 四千三万姐拍拮出来 拮出来以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有一个阵风狗仔队 原来他们附近 早就被阵风狗仔队盯上 盯上了以后 难怪你做任何事情 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而阵风狗仔队是谁创的 就是陈定男创 hat 前一陣子呢 這個去年的時候 柯文哲接受媒體的訪問 在說 如果是這個 我是很強烈的一個風格 那我應該是那個 陳定男的進化版 抱歉 他這次就是 栽在陳定男的手上 為什麼栽在陳定男的手上 因為在陳定男 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他認為說 我們要去調查 這些公務人員的時候 我們要激動的這個方式 激動方式他就說 修正的手段 其實類似是狗仔隊 所以叫做正風狗仔隊 這隸屬到正風處之下 抱歉 正風處在這一次的 正風狗仔隊裡面 就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現在傳言說 這個為什麼陳佩琪去買房 或是說他只走那些路線 大家會知道 甚至彭震生的夫人 去買一次次 有一些金流的動作 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因為老早 就被正風狗仔隊 完全盯上了 盯上之後 那當然知道 你去做了什麼樣的動作 好 那寶傑知道 這就是 尤其是今天 今天不是這個 我們的廉政署副署長 衝進去嗎 他就是正風出出來 他就是正風狗仔隊出來的 所以今天 正風狗仔隊出來的 對 所以等於是今天 就正風狗仔隊 其實是扮演那個 扳倒柯文哲 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至於 寶傑我講 陳佩琪到底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為什麼 因為陳佩琪 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他應該是沒有相關的 這個脆責的 那找他幹嘛 但是寶傑 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 我們檢調只要知道一件事 你們去買了1.2億的豪宅 買了這麼多豪宅 又開了這個 用這個4300萬 然後用這個木可這些資金 你都知道 就往來對不對 好 所以你在懂 你是用柯文哲的金流 你都非常清楚之後 我只要把這些金流 對了對了之後 跟你們的收入不同比例的時候 請問你這些錢從哪裡來 那你在處理這些東西 那你怎麼處理來 錢從哪裡來 柯文哲從哪裡匯給你 事實上他是一個金流非常重要 因為他在處理所有的金流 所以我只要 把這個帳一對下去之後 你說了前言不對後言的時候 我就是大概已經知道 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在說 目前為止來說話 這個所謂陳菲璟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接下來大家還是關注 在北檢裡面來說話 這個柯文哲跟我們檢方 怎麼樣去互相對抗的一個局面 所以不懂 如果從北檢前面這個看來 柯文哲耍狠了 他真的號召人 號召這邊 那邊叫囂 這邊叫囂叫迎接柯文哲 他真的可以 對北檢施加壓力 讓北檢認為說 這是一個政治對抗 然後對他 不敢輕舉妄動嗎 你認為柯文哲 是一個敢耍狠的人嗎 不敢嗎 我認識他太久了嘛 撈腫一個嘛 撈腫 超級撈腫好不好 他今天早上多凶啊 我問你很簡單 今天上午六點多 這個北檢檢察官已經 帶隊要進去 他不開門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 他躺在裡面一個小時幹什麼 什麼 他不知所云 嚇壞了 嚇壞了 沒膽開門嘛 那我的話就開門讓他進來 他這個流程一定要走的啊 他躲在裡面兩個人 抱著老婆在那邊流衣對氣嘛 這兩個可憐鬼 倒霉鬼嘛 知道大爛零頭了嘛 出來所有動作 全部荒腔走板 你憑什麼資格跟政府對抗 你不要忘記 他最近的新的民調是多少 百分之七十人認為說他 不信任他 他不信任他 他是一個從百分之六十選總統的人 淪落到今天百分之七十台灣人 跟他吐口水 那這種民調 你是北檢你敢不敢抓 敢 當然敢 因為你沒有社會力了 所以他我告訴你 最近兩個月的結果 你說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是我很早就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 這是一套心理作戰 你聽不記得 我說整個很多消息丟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很奇怪 除非我在公佈民調同一天 會有一個四千三百萬的 買房子就丟出來 對 那買房子是我們林嚴峰丟的嘛 對不對 你認為是林嚴峰個人丟的嗎 有 相對 消息男人是哪裡 消息男人是誰呢 對不對 然後我請問你 那北檢難道 我現在這個北檢或偵查單位 知不知道他買房呢 知道 然後昨天他突然間自己承認說 他跟這個沈青青有唱過歌 誰逼他講啊 為什麼他突然間自動講這個東西呢 因為被承認了 因為他知道有人告訴他 有照片在北檢走上 有照片 剛剛是有照片錄音帶 不然的話他怎麼 有錄影帶 88會館你忘記了嗎 對 現在全部都錄影帶 這個iPhone方便得很 iPhone一搞 科文就進來了 你LINE 你LINE啊 只有一次 不是幾次的問題 他就是今天在檢察官 跟他在鬥志的過程當中 他已經鬥到民調崩盤了嘛 然後崩盤了今天最後 所以他已經被鬥垮了 柯文哲垮了 民眾黨全部崩盤 那今天這些外圍的人是誰不知道 搞不好是國民黨 搞不好是民進黨派人來做的 可能是無間道都不一定 要害死柯文哲 我都懷疑黃珊珊 這些人代表說我是他的死士 我的死忠部隊 我來護衛著柯文哲 你說是來害他的 他有個屁用 輕鳥三萬個人在那邊 我都不怕了 那他當時如果都不到輕鳥 來護衛一下 他們民眾黨的立法院 這個都沒有用 這是一堆爛貨 爛貨 當然是爛貨 我胡子佳 他已經在外面大呼小叫了 胡子佳在這邊公開講 這些人是爛貨 有本事來找我嘛 誰怕誰啊 你什麼東西啊 那些人都是一些爛 都是一些街頭的無聊的遊民 你他們多兇啊 我跟你講很簡單 最兇的是館長嘛 館長不是講那個號召人 叫人去哪裡了 不去啦 不接電話了嘛 館長去了 沒有屁用嘛 館長去有什麼屁用 館長本身就是沒有膽的人 館長說 什麼警察代表跟他講吧 警察跟他講說你不要去啦 他就說那我就不去了啦 你夠種就來 你不然 今天我們要講說 這些人都是武膽 武膽之徒啦 可是我要講一個概念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今天晚上 北檢是下決心要壓他的 但你認為北檢要壓他 如果沒有足夠的條件的話 台北地方法院會不會給他過 不會 不一定耶 不見得會過 柯文哲是這個聰明反被聰明物 你在外面激眾叫囂 然後你自己本身跟檢察官吵架 在鏡頭面前罵人囂張的樣子 然後你前天在開一個群眾大會 然後黃國昌在這個 在開一個 就八個立法 他幾個立法委員 一起在批評政府 這些都是叫做構成 都是在挑釁構成政府的壓力 那展現什麼東西 展現你柯文哲的拳頭比他大嘛 一般人被告 我常常當被告啊 我有沒有居眾叫囂過 我都乖乖到北檢去出庭 就乖乖當被告 被告有被告的樣子嘛 對不對 最多給你領帶打好一點而已 有沒有其他一個屁用 柯文哲 我到地憲室也被那個法警凶過 當然是這樣子 本來就是台北球 我也乖乖的站著 中央美國法律規定 你耍這個流氓有什麼用 柯文哲耍這個一天的流氓 是被什麼結果你知道嗎 什麼結果 讓台北地憲室檢察官 在寫那個身壓狀的時候 力量大多少啊 就給法官看 就這些人 要不要壓他 他可以拿這些居眾加持恐嚇誰 恐嚇法院啊 不是恐委法院 彭政生 他帶著這些人去恐嚇恐嚇恐嚇 恐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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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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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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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對齁 對啊他可以滅共啊 他可以滅證啊 他這個展現辭職影響力 耍流氓的結果 對 可以影響 將來對他不利的證人跟證辭啊 所以我不用什麼慘動了 我光這個弄下來 別人就不敢講了 他又是這樣子 他不是對法院 他是對證人 證人公務員比較多 土地是什麼 土地都是公務員 或是議員 那些女生怕了怕死 他耍流氓的對象 是那些善良的公務員 他當市長的結果 就是跟這些公務員耍流氓 他有什麼結果 他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一個黨搞到黨主席貪污 搞到新竹市長高航安貪污 一票人貪污 這個貪污的政黨 還敢在台灣囂張 誰怕誰啊 通通抓錢 好 瑞德 這樣我不懂是 你今天找了兩個被告 兩個被告 一個彭正生 一個是柯文哲 那可麗 怎麼兩個人的老婆 也都是變成證人 當然現在陳佩吉 已經赤回 已經請回去了 可是彭正生的老婆 才剛剛要從廉政署 送到了北見 而且柯文哲也剛剛 現在才要到北見 所以外面現在在叫嚣 怎麼這麼久啊 那麼為什麼這個 彭正生的太太跟陳佩琪呢 早上一起 那個彭正生的太太 謝忻太太 是下午才趕到 那麼用證人的身份一起來 我問你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呢 顯然彭正生要檢調 檢聯單位要查彭正生 跟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家裡面的金流 為什麼 因為陳佩琪不是說 這十年來不是說 他們家的所有財產 都是他在掌管的嗎 所以整個金流 柯文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昨天在那場記者會 後來還說 他自己不知道 他的相關的帳戶裡面 多出了募可會給他的450萬 他這樣講的嘛 我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的帳戶如果多進了450塊 我都知道 你知道嗎 結果柯文哲說他450萬 他不知道嘛 那檢聯單位 尤其是聯正署的 特別找兩個人的太太來 就是要查相關的金流 今天事實上呢 在這個民眾黨的相關地方 查了兩台主機 扣了兩台電腦主機 跟包括一箱的東西 總是進行了一兩個小時而已 但是查柯文哲他家 查了整整四個小時 他們在搜 他們想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總共開了七張的 這個得說搜索票 好 今天你知道 今天那個 這個審慶金跟這個相關的 印曉威 是凌晨被收押 那他們6點20 車子就已經連正署 就已經開到了柯文哲的家裡面 難道是他們被收押的時候 立刻去把這個搜索票 去給法官們核准的嗎 當然不是 早就要弄好了 他們是在申請48張 去搜審慶金跟這個印曉威的 搜索票的同時 這七張搜索票一起申請的 他申請好了幹嘛 申請好了不動聲色 那個現金弄 這個審慶金跟這個的印曉威 然後呢 等到強制收押 收押 那生押過了以後 馬上回馬槍 砰的就打這個柯文哲跟彭政生 那為什麼彭政生一起去 彭政生呢 謝姓太太 等一下 他的結局 應該就是跟這個陳佩琪一樣 證人 訊號完畢了以後請回 他們兩個太太都會請回 但是這兩個先生可不一定了 其中尤其是 那麼因為彭政生第二次了嘛 那彭政生講什麼 他講什麼 即將決定柯文哲的命運 還有 既然這五十幾張的搜索票都能過 現在搜索票都是檢查官要跟法官申請的 全準耶 法官難道不知道 柯文哲是所謂的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嗎 他知道 知道以後他還全準 所以呢 台北地檢署今天已經沒有任何退路 他在清晨做這個動作就表示 他等一下就會直接伸壓柯文哲 如果他不伸壓的話 不好意思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直接下台了 你知道嗎 這些人全部下台了 開玩笑 你今天搞那麼大 那柯文哲在做什麼動作 柯文哲在做一個動作就是 想盡辦法用政治力量來解決這個司法問題 所以他中午不是被帶出來的時候嗎 本來不讓他講話 請問你台灣有幾個政治人物帶出來的時候 可以在調查幾個連政策的面前 還可以在那邊跨跨其詞 沒有 大大的談他的內容 沒有嘛 他今天本來想談 但是本來那時候 那麼主任長官江振宇不讓他談 他就說那我就要抗拒 我就要幹嘛就對了 因為為了避免現場弄得太難看 所以呢 今天可不是拿鞠票去鞠他的喔 今天沒有拿鞠票去鞠他 這都是偵辦的一個技巧喔 柯文哲拖了一個小時 事實上對柯文哲越不利 因為等一下柯文哲就會晚一個小時 也就是說他相對的 今天到了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間 幾點喔 過了十二點以後呢 檢察官不升押柯文哲 我講坦白 這還假的 寶寶回去睡 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擺明了就是要升押柯文哲啦 至於升押柯文哲的理由是什麼 我告訴你 本來九月三號九月五號 還有一批人要這個約談嘛 但是應小威突然間要出境 然後沈慶京還躲在這個安全門對不對 然後最後他們無姓助理 跟這個等於說 沈慶京彼此機在通話 還否認 剛好全部符合的積壓 最後那一筆金流 那一筆所謂的四千七百四十萬 應小威之間的 到底是捐款還是這個的匯款 這個金流之外還有一筆1.8億的金流 那這些款項 還有1.8億 還有一個1.8億的金流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些到底錢到哪裡去的 沈慶京都必須交代嘛 然後他的子公司也必須交代嘛 所以今天柯文哲啊 而且有告訴各位 你怎麼知道今天只辦金華城 為什麼呢 你知道負責辦這幾大案的檢察官 今天都沒有出門 今天是廉政署的副署長帶隊對不對 然後呢負責從愛股到中午去的這個 主任檢察官江振宇啊 帶著六位的檢察官去衝 但是負責主辦的檢察官就在家裡等 就在台北地震室把所有的證物 擺在這個地方等 他們手上的證物就像金字塔一樣的 底座一樣的耗石 所以呢今天晚上不管你請來的律師 是不是這個所謂的特徵組下來的律師 我看到這一點心裡嗆了一下 你們去找特徵組下來的律師啊 可是你知道帶隊要辦這個案子的 江振宇主任檢察官 當年就是辦特徵組的頭檢察總長 黃世銘的人啊 是跟你們對幹的人 我當年連你們的主官 連你們的頭子都把你幹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晚上 阿伯可能日子很難過了 好 剛才找到一封 現在阿伯要怎麼 我要把政治力解決 政治力解決我就要展現我的 muscle 展現我的 muscle 現在傳出來說 在北界前面只有100多人 其實100多人很落魁 100多人其實沒什麼 可是他們很兇耶 對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看起來像什麼 像不像一個黑色味的大哥 一個小哥 犯案之後進去 然後這些小弟等著要來交保 但這個畫面你先想看 台北地監署的檢察官看到會怎麼想 你覺得這樣子合適嗎 如果今天來說的話 就像瑞德哥說的 今天來就一定要 真的像場口 對 像是不是像年輕人 在等待自己的大哥 準備要交保出來 但如果今天真的交保出來 你覺得這場面會不會亂 場面會亂 今天柯文哲從他家裡 從金山的路走出來的時候 像不像是要講一個 要一個征戰的席文 好…你今天把我帶走 你這樣… 你知道這樣 這個畫面其實對檢察官來講的話 只有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就是把你壓起來 不能讓你再這樣 大喀喀喀的直接走出去 走出去的話 這案子要怎麼辦 然後除了這些年輕人以外 還有他們的黨公子 黨公子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是有政治影響力的 所以今天柯文哲在他家門口 就已經說了 我是這個在野黨的 主要在野黨的主席 他要用政治力來解決 這個案子其實對檢察官來講 如果能放出去 案子就亂了 案子就亂了 你先想看 他今天代表一件事情 他告訴大家說 我是有影響力的 他這個東西 對檢察官來說的話 只是逼著檢察官 你這個申請積壓的這個書狀 要寫得更完整 要想盡辦法 一擊必中 要能說服台北地院的法官 如果不壓起來的話 你後面不要講三大案 五大案 如果今天金華城這個案子 你沒有辦法當一個破口進去 你後面就閃了 你說今天壓不了 北檢檢察廠就不用幹了 對 就不用幹了 因為你後面所有的案子 全部堆疊在哪裡 在台北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 現在來說 你是末班車囉 對 因為陶檢跟南檢 都在你的前面 而且他們辦的 都是綠營人士 如果你今天來辦一個白色的柯文哲 你辦不下來 你憑什麼來當北檢的檢察長 你檢察總長現在就盯著你 你今天到底能不能把柯文哲壓起來 不是說聲壓 你今天一定要把它壓住 好你看 現在這個所謂的 彭正森的太太 已經以證人的身份 現在到了北線 所以我看 剛剛講 這個太奇怪了 這不是彭正森的老婆 彭正森兩個人 是一起出現的 怎麼一個被告一個證人 寶貝哥今天主要是 兩個被告兩個證人 兩個被告就是 市長前市長 前副市長跟前市長 然後他們的夫人都來了 你看到彭正森 他現在進來有沒有 對 他守護主放在後面 不太懂 他剛剛守護主放在後面 被打到 好 那彭正森 他的太太是從南部上來的 過去上次到北檢 他是被約談 不是到他家也沒有搜索 也沒有拘票 三個半小時就離開了 所以彭正森這段期間 其實看起來雲淡風輕 還去台北市議會 還跟議員大家會談對不對 還笑得很開心 但今天他被搜索了 今天他被搜索了 所以在應曉威跟這個沈建青 他們昨天晚上被這個生壓 而且生壓獲竹的過程當中 檢方應該掌握了什麼 所以他們想要找金流 寶傑哥最重要的問題 他們想要找金流 那可能兩位 就是彭正森跟柯文哲 要找金流都要找他們的太太 所以把他太太也帶來 那因為這個彭正森的太太 跟這個陳佩琪都是證人 那剛剛陳佩琪已經請回了 一般證人如果被帶到北檢 去復訓的話 看起來事情大條 會不會轉被告 可是陳佩琪是走了 陳佩琪是走了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寶傑哥 我們看到早上的四個多小時 在家裡面 應該沒有收到現金 但是他希望能夠找金流 而找金流到剛剛陳佩琪離開為止 應該沒有找到 就是直接有這個金化成 把錢弄到任何陳佩琪跟柯文哲 相關可以調動的帳戶裡面 所以陳佩琪才能夠離開 或者是他不知情 又或者是這些錢 根本不是經過陳佩琪 或者他透過其他的柯文哲有信任的人 所以柯文哲現在目前 他還沒有到 他是最後一個 他問了最久 那他們是分開問的 那現在陳佩琪 他已經回去了 那彭正生他的代表 等一下應該 看起來也是可能會離開 對 但是彭正生他的說辭 就會關鍵於 最後柯文哲 他能不能夠在 這一次的這個生壓庭當中 全勝而退的一個結論 因為寶傑哥 過往柯文哲 在整個金化成案子當中 他蓋了三個章 那彭正生是第三次 蓋柯文哲章的時候 他有帶一個代行 我再給大家看那個公文 所以才會吵回來就是說 這樣看起來涉嫌突利 但今天 檢方顯然是想要去把這個金流 給找到 一旦是有金流的話 就不只是突利 而是收賄 好 不是 你看著 柯文哲今天一定壓 一定會伸壓 但是地願准不准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今天彭正生呢 彭正生本來不是說 你不要放回去了嗎 感覺他都沒事了 而且還可以動保息保 還可以去參加這個所謂的議會 議會的這個所謂的調查委會 怎麼今天 又這樣子雷霆彎曲的動他了呢 這個還是一樣的動作 因為規格相同 他今天要 因為彭正生是被告 柯文哲是被告 所以既然幾年要出場 那是同樣的動作 而且他太太 太太也被押 太太也被傳過來當證人 對 表示在他們家裡面 確實有收到一些東西 那我認為是一些 帳策這類東西 因為不可能有現金嘛 那帳策可能跟他們家裡 生活有關的 這類東西 反正順便就帶過來 帶過來弄一弄 然後嚇一嚇 彭正生也不錯 那彭正生在當過同案被告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什麼角色呢 他就是咬柯文哲的角色 他把柯文哲咬死了嘛 因為你的副司長把你咬死的話 你這個齁 你這個齁 債傑難逃啦 所以柯文哲死定了 柯文哲主要就死在 彭正生手上 你知道嗎 彭正生是最重要的一個被告 你知道嗎 那彭正生今天會能夠 雲淡風輕走來走去的原因 而且我現在我不懂是 他太太是證人 就是他太太 後面是彭正生 你怎麼證人跟被告 坐同一台車呢 所以就表示說 他這個功能性已經完成了 功能性完成了 他來就是咬柯文哲 就是很狠的 就當就是獻柯文哲 於這個定罪嘛 就是這麼簡單 他功能 他已經達到目的了 對 達到目的就很好啊 對不對 那就是他從大勞不遠 從高雄來或從哪裡來 那結果柯文哲就中了嘛 那等一下你看 柯文哲後面 柯文哲後面 有下一批也會跟來嘛 對 因為柯文哲還在辦這些 所謂的拒絕啦 他因為那個你知道 一半的時間啊 在打字啦 在對口供啦 在交叉啦 然後在那邊 律師在看東看西啊 所以你看他八九個小時 的偵訊時間 其實真正的 在偵訊的時間來講的話 大概只有兩三個小時 對 問題早就準備好了啊 問題只是說 有些意外的狀況 然後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不認嘛 我通常都不知道嘛 通常是彭震生啊 所以我講一個 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現在徒弟罪辦 會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會怎麼樣 彭震生 有可能會變成 因為有社的豁免啊 對 但是所有這過程中的 有一些 從本來是反 有一些反對的委員都委 就離開了對不對 結果後來引進了一些 贊成的都委 這些贊成的都委 通通會起訴 也有圖利罪 對 通通圖利罪 這就是今天 柯文哲自以為聰明的 他有五十幾個人啊 你要把五十幾個人起訴啊 你講對了 他都起訴了 通通會起訴 為什麼不能起訴 我圖利罪為什麼只一個人 一個人 你罵掌那不行 當然可以起訴 所以他們圖利罪辦的時候 你這些前公務員 或是這些 曾經參加都委會的人 還有一個 參加都委會的委員 有可能在中間 拿了一兩萬塊錢 去幫忙去投贊成票啊 這個也可能是 易小薇蓋的火啊 對 所以這個事情 後續很多調查工作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要把 非壓不可 先壓人後面陸續傳來 再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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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案子是 或是說交保 因為主要的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 最重要的犯罪人 犯罪頭目啦 是柯文哲嘛 對 所以柯文哲今天一定是被壓定了嘛 那現在最好笑的是 外面這些群眾 在那邊瞎繳獲幫他忙 那些撈腫 我跟你講你們都是撈腫 吳子家說你們是撈腫 這樣再大大的 在扯柯文哲的皮嘛 對 因為把柯文哲開始啊 本來北院 台北地方法院 還有看看柯文哲是個總統當選人嘛 給他一些優惠嘛 對不對 還想你可能不會跑逃跑 結果你有沒有聚眾 鬥 聚眾鬧事 有沒有鬧事的 鬧事 聚眾 在我北院門口鬧事 之後不跟你壓起來怎麼行 所以柯文哲被他自己 黃國昌 這些人搞不好黃國昌叫來的 搞不好是那個館長叫來的 這些幫他忙的人 我覺得黃國昌懂法律耶 你撈腫來幹什麼 台灣有這種事情嗎 貪污犯撈腫的 還有這種事情嗎 我沒聽過耶 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有貪污犯 那個臉要遮起來 怕人家看到 結果你老人 中華民國這樣給你玩 我大概在諸多之路下 這個比川普還惡劣 這非要壓起來不可 好回事 剛剛講看那個畫面 很多人覺得為什麼會對 我們看到柯文哲這麼憤怒 是你言行不一 剛剛就是剛剛講的 對綠營來講 你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當時你是踩在我的肩膀上 去當了台北市長 你就把我一腳踢開 對很多人來講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口罩 完全言行不一 你剛剛講的 不能貪污 結果你現在是貪污自罪條例 你先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所有的仗社 你先跟我講說 我買房子 是這個最有監督力量的 我覺得他把所有人 都當笨蛋 把所有人都當白痴 把所有人都辦 視為無物耶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連這種事都敢做 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十年前他講到別人的案子 遠雄案什麼案什麼案的時候 說人家你們這些人都是跟財團 一起拿刀叉吃人肉 結果後來發現十年後的他 可是跟財團一起 那個熱歌熱舞啊 而且還不知道去了幾次 有多少人去 連遠房親戚都有去 那你們是肉跟皮 誰都還要吧 所以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可以一個人 在十年之內轉變這麼大 第二件事情 他說什麼 那個沒有任何一毛錢 進入到私人口袋 結果後來四百五十萬 就進入到你的口袋啊 然後現在被人家逮到了 他什麼都敢說 而且他毫無廉恥 毫無廉恥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讓人家覺得說 他十天前說的話 十天後說的話 都完全不一樣 他昨天說的話 跟今天說的話 又都不一樣 但每一天都講得非常誠懇 每天都講得一陣言辭 一臉正經 所以你都會讓他覺得說 到底你的心裡面講的是什麼 你什麼時候是真 什麼時候假 當你在裡面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然後說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就不放棄 結果搞了老半天 所有小草在最後那一兩天 給你的兩千萬 給你的三千萬 給你的四千萬 全部變成你們購物 而且是一次拿現金買進 所以看到這些今天剛剛的 嚴峰特別講 為什麼別人會覺得 人才兩失 你騙我的錢就算了 你連我的感情都騙 這種人真的是太過分 所以很多人就說綠營的人 你有這種感覺嗎 有感情被騙人嗎 我是感情被騙 因為世聰哥是錢被騙 所以我們當然就會覺得 就是說很生氣啊 你投兩次 我投兩次 對 還好 還好我的錢沒有被騙 好 雨萱 剛剛講的是 如果你現在按照土利罪的話 現在土利罪看起來 已經都鞏固起來了 鞏固起來以後 北檢還是用雷霆萬軍事 來辦這個案子 你說 現在如果只是按土利罪 北檢已經沒面子了 如果按照土利罪 北檢把它包包起來了 你說北檢現在怎麼辦 北檢現在要幹嘛 北檢現在就是要抓金流 然後現在要從貪污制罪條例 第六條變成第四條 你是違背職務的收賄 違背職務的收賄要幹嘛 違背職務的收賄 是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 現在柯文哲跟北檢 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嗎 其實叫做生死豪賭 因為兩邊都是退死一步換捷復 生死豪賭 我就問今天柯文哲 如果只要倒下了 請問一下他還有未來嗎 沒有呢 不只沒有未來 他是政治生命未來 他是連神生都沒有未來 一輩子卸下來都要在那邊度過 但你不要誤會 因為我們當今天看到 有這麼多條罪狀 很多人在講說 到底柯文哲今天會不會激壓 我跟各位講 只要今天柯文哲沒有激壓下來 北檢都不用混 理由很簡單 請問一下圖利罪成立的話 寶貝哥有用嗎 我跟你講沒有 為什麼 五年以上嗎 五年以上嘛對不對 那柯文哲出去外面打官司 打官司我們剛才是聊很多 每天都聚眾之士 每天帶著小草叙 就跟你說你賴清德政府 你就是政治破壞 你就是鬧事 而且所有民眾會在講說 一個叫做比例原則的問題 為什麼柯文哲一再的咬死說 自己是黨主席 因為對於黨主席而言 除非我今天罪大惡極 除非我今天犯了 所謂貪污支援條例 違背職務受惠罪 這種十年以上無期徒刑的罪 否則你就算用什麼 背信洗錢公安 我們講財財男人不明罪 法律哥你聽起來 不覺得有點弱嗎 這才最大的問題嘛 所以對於北檢而已 咬不死他 我跟你講 北檢其實是籌碼 一個一個店 現在我跟你講 有背信這個籌碼 有洗錢這個籌碼 有財財男人不明籌碼 有圖利這個籌碼 但為什麼他們之前都不一次打 我如果要辦圖利 所以我跟貴報告 彭政生進去那天就可以辦了 對 因為相關的證據鞏固啦 早就有啦 早就有啦 那為什麼我不辦 因為理由很簡單 籌碼還不夠 到現在為止我跟你講 雙邊這個叫做all in 為什麼我們看到說 彭政生連他的妻子都調來 因為對於檢調來講 調妻子這是一個很重的事情 那他妻子是明顯的事 我從來沒看過耶 對啊 你有看過 調過第三夫人嗎 我從來沒有看過 看過第三夫人被調了 而且到時候老公出來 老婆變證人了 對 所以跟各位講 為什麼北姐要這樣說 因為代表現在退職萬潔不負 我當然我全部的籌碼都要進去 而且柯文哲他也是all in 你不要誤會喔 為什麼 因為當北姐原本 大家還是打小牌 就是說我丟50 你丟50 北姐你丟什麼 我說我丟你1300萬 你這個財產人員 為什麼說你從木可公司 然後竟然去拿了 競選總部的授權費 柯文哲是被迫要回應 那柯文哲也不斷地消化他的籌碼 他怎麼消化他的籌碼 他不斷地說謊 他不斷地爽一個謊說過一個謊 說到最後沒有他說什麼 對啦 我跟你講 我就選舉補助款 我拿去買房子啦 不然你要怎樣 各位我跟你保證 這絕對天大的謊 為什麼 因為檢調也有找到金流 檢調找到金流 就說你每個上課 我都對過了 你確定嗎 真的是從這邊出帳了嗎 看起來怪怪的嘛 那北檢還在繼續丟啊 我們講金華城這個 有沒有丟什麼 有啊 說硬巧威這個4500萬啊 說什麼 不好意思 省慶金有1.8億 寶傑哥 不見喔 1.8億不見喔 你知道從哪裡拿出來了嗎 從金華城那邊拿出來 明目很簡單 叫什麼 公關費 但現在北檢插的是什麼 最後一塊拼圖 因為我知道你太太 花錢第一個看1.2億豪宅 第二個買4300萬 再來你到底有沒有買小宅 也不知道 總而言之你花了你的能耐範圍之內 不可能不擔得起的錢嘛 而且我覺得非常妙事 昨天其實有人問他說 那除了這幾棟房子之外 你還有沒有其他房子 他不敢回答啊 他說 我跟你講啦 你問我財產申報 我選舉的時候有申報 選舉就是選舉 現在我 就身價一筆 沒有別的了吧 沒有了吧 寶傑哥到底講什麼 不知道 他不敢回答嘛 他就是 反正我賺了一圈之後 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我問你北檢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北檢知道清楚 除非我跟你講 你帳面上的金流扣除多少 你的資產登記 包括你柯文哲 包括陳佩琦 包括你的兒子柯富搖 通通北檢都一清二楚 但我就是不要打擾金蛇 為什麼 我要等到最後一刻 我才能夠all in 那現在 現在 也就是現在 就是all in的時刻了嘛 因為我知道你花了 你不該花的錢 我知道沈靜青不見了 他不該不見的錢 我也知道沈靜青跟印小薇 中間有金錢在串聯 我現在只差一件事情 你沈靜青 要不要咬說 你給柯文哲多少 寶傑哥我跟你講 沈靜青只要不交代 這1.81去了哪裡 北檢絕對不放過他嘛 這1.81非常嚴重 因為他是上市上回公司 他如果上市上回公司 他從這個公司裡面 拿了1.8億 不是作為這個公司用的話 他是非常嚴重的背信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的罪 這個會要了沈靜青的老命 沈靜青這樣 你不是講不要了 我有受傷啦 我皮膚有一些受傷 這個傷我每天要換藥 你每天要換藥 到了牢裡面 最怕什麼 皮膚病 你會爛掉的 寶傑哥 北檢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他就說現在天氣 你去看外面 我跟你講晚上也是30度 你沈靜青一個78歲的老翁 我通常在裡面每天受傷傷口 根本受不了 我正在等嘛 等你看什麼時候收拾下來 因為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他絕對撐不過 我們講兩個月的時間 一個禮拜 神經病他就會動過條了 他現在北檢等於說 我把我所有的牌 包括你說背信 包括你說洗錢 包括你說我們講的侵戰 包括你講的湯物智慧條例 我現在只是土力嘛 我就ALL IN 我ALL IN這句話 我要給你賭一把大的 我要換什麼 我要換湯物智慧條例 柯文哲怎麼ALL IN 柯文哲把自己的臉 把自己的聲譽 把自己小草信任通通賣掉 所以他也跟你道歉 但他現在要拿什麼 他現在不只是要 我跟你講說謊說到底 說謊就要說到 他連小草都號召出來 所以寶貞哥 你不要以為柯文哲 這個在耍流嘛 這是他最後的我們講奔力一搏 因為對他來講 退遲不管解剖 如果他知不知道說 這個時候把小草全部叫來 他有可能會被壓 當然知道 他也知道這雞壓可能 沒路了 對 他沒辦法 我最後只能ALL IN的就是 我把我所有的政治動能 跟我的人生希望 壓在這一把跟北姐拚 看最後是誰人頭落地